这两天随着天气转暖 各地陆续开展春馆工作 农民们在田间地头忙碌不停 一起来看 在河北石家庄高益县 一家设施农业的产业孵化基地里 村民正在给大棚里的 西红柿秧苗打叉 这种西红柿一月份播种 四月底上市 由于口感好 整个大棚的收益也十分可观 一棚西红柿下来 大概就是牧产就是两万多斤 完了就是价格在两块左右 完了一棚西红柿也都是下来 就是四五万块钱 据介绍 2020年12月起 高益县出台了 设施农业讲补办法 设立了农业种植养殖业的 创业孵化园 对有发展蔬菜种植意向的大学生 返乡农民工和退役军人等人员 经培训考核后 免费提供日光温室三年 并提供种植生产销售 全程技术服务和指导 在浙江宁波市海蜀区古林镇 八台大马力拖拉机 正在农业基地里来回翻更 十多架无人机 正在给反清后的小麦施肥 今年当地购置了 履带式自走拖地机 无人插秧机等 全自动智能化设备投入生产 设备生产企业技术员 也来到现场 指导农民操作这些新设备 据介绍 今年宁波进一步加大 农业生产机器换人鼓励措施 对购买新农机的农户 加大补贴力度 预计补贴总数将超过5000万元 加大补贴力度 CM 感谢观看